我們現在在宣傳說我們社會福利支出現在很高 但是整整天家庭的收支五等份 去看它的貧富差距 最高跟最低是在6.19左右 我叫我數字沒有知錯的話 這裡面你去看它的效果 社會福利的效果有 它有某種程度縮短社會福利的貧富差距的差距 但是其中一個租稅的效果裡面是遞減 簡單說就是什麼 都在拿好給人減稅 所以你說社會福利增加是錢從哪裡來 這還是一般的受信階層繳的稅 所以我為什麼在講說這種貧富差距不合理的地方就在這裡 那房價也是啊 對不對 都是有錢人在炒作啊 這種投機客在炒作這種墊高這種房價 造成算客人買住買不去 這我們在台灣社會上的問題 這沒問題 我剛才要說也是這點 就是說你滿久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它往往是用一個所謂的虛幻的一個政策 或是很漂亮的一個政策讓你看 可是背後的處理它不是真正的是公平正義的處理 它講到要兩層 其實它從來不用所得重分配這個方式 來增加我們的社會福利 它現在是用什麼方式 第一個受信階級的課稅 包括所謂現在的中小企業也還有很多攤販 它現在連只要每個月營業額超過幾萬以內 它現在都攤販都要課稅了 這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它不敢向大財團來徵稅 它只敢向一般的壽新階級或是一般的中小企業 甚至一般的我們最窮苦的那一般的所謂的攤販階級來徵稅 這是最可怕的問題 另外還有跟誰徵稅 就是跟我們的年輕人 跟我們的未來的國民來徵稅 就是借錢 舉債度日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現在的所謂社會福利支出 我們當然是要增加 但是這個增加絕對是要從所得同分配 也就是所謂的資本利益的這一塊來開始課起 尤其是大財團現在都很多免稅 很多免稅造成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稅收減少 所以我們的社會福利沒辦法增加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減少稅收 大財團還把這些工作機會拿到中國 讓我們的薪水降低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剛剛這個副寄